世事如此纷扰,还是看电影比较好? 欢迎大家收看天帅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暗黑悬疑动画 不死之身 夜幕慢慢降临 此时小美正在镜子前梳妆打扮 精致的妆容,华丽的服装 看来她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随后她拨打了一通电话 和对方约定十分钟后见 随后小美点燃了自己的房子 火势蔓延得很快 火焰烧到了她的衣服上 可她却满不在乎的拍打了一下 然后拉开窗帘 来到窗外先是求救 随后纵身一跃 砸在了一辆车上 这个举动静待了所有人 紧接着 一位自称是FBI的男子来到现场 将小美的尸体给带走了 然后驱车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 只见车门缓缓打开 小美竟然自行走了下来 可是她的身体已经扭曲变形 连站都站不稳 于是男子用轮椅推着她 小美在轮椅上看着这个神奇的地方 她的脖子歪了 全身也动弹不得 随后小美来到前台扫码进门 原来这是一个肘容医院 她歪着脖子开始挑选新的头部 这个有点丑 这个没特色 哎 这个不错 在选完头部之后 小美开始享受按摩正骨 然后还卸下了四肢 分别做了个眉甲 最后还可以伸手分离 在棺材里做了个SPA 小美感觉新的身体不尽如人意 顺便让他们再打个气 封个胸 最后组装在一起 一个全新的造型出现了 与最开始的她截然不同 而这一系列的费用竟然高达十个亿 她十分潇洒地签了账单 然后自信地离开了 而她改头换面的档案也被库存 看来小美已经用这种方法 重生了很多次 最后男子又记了一单生意 电话的另一头 听起来也是一个大人物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前我们总说 难道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看完这部短片 我想说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不过我们要明白 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不死之身 也不可能出现问题后 换个身份就解决了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的好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